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好 那今天是9月份第三個交易日 也是我們操盤高手第四集的一個播出 前面三天跟大家所講的內容 很多投資朋友都說 好多東西現在正在一個一個驗證了 到底哪一些東西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 都會跟大家來做仔細的一個分析 以及在接下來行情 該怎麼去做操作呢 好 第一個我們先來談一下 有一個新聞重點 今天大家應該看到各大報紙的一個 財經頭條都在談到說 有金管會的一個新主委 曾主委準備來解除評判一下 放空的禁令 把它解除了 那我認為這一則消息來看的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重點在哪裡 它到底有沒有機會在當中 有沒有幫助台北股市的量能來做復甦 我覺得這會比之前的什麼充量三件 要鼓勵大家做什麼現股當充 更有幫助很多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說要做當充 喜歡做那殺進殺出的 不用去做現股當充嘛 早就已經去開信用交易戶 早就已經充得不亦樂乎了 何必需要開放一個所謂的現股呢 那真正這當中 為什麼我說平盤以下放空限制 能夠去取消的話 對台股的活絡會有很大的幫助 它不但會吸引到很多喜歡放空的 所謂空頭的投資人 其實更重要的 它會吸引到更多長線做多的投資人 尤其一些大型的外資投資機構 進來台灣股市 怎麼說呢 第一個 當然最重要的 它可以助長助跌 來活絡股市的一個效應 我想這大家應該都明白 那其實最重要 為什麼能夠去吸引到外資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外資投資機構 它在評估要不要進入這個市場之前 它會先考慮我出不出的來 那如果它之前看台灣股市 我只能夠做多 不能夠放空 那當中是有流動性問題存在的 是個掰咖的一個股市 那外資當然在這裡面會有所卻步 所以其實你去看 台北股市為什麼這幾年量 一直縮在那個地方 1000億幾乎就是一個大量的 平均就700億左右 其實跟台北股市 禁止平盤以下放空 這個禁令推出之後 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當中未來解除以後呢 這就有助於我所說的 台北股市 8月初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8月份會拉回 後來從8100 8200 一波回檔 回檔下來 我跟大家講 上有鍋蓋 下有鐵板 指數會做一個區間震盪 那指數後來就要7800 8000點 來回震盪 但是這個行情進入到9月份之後 我也說過 上方的鍋蓋 準備逐步見的一個掀開來了 那當台北股市 現在解除平盤以下的放空禁令 如果成交量開始慢慢的復甦上來 你去觀察五日均量 已經連續三天往上走高了 是不是這個當中 上方的鍋蓋 又有助於掀開來 至少出現一個 更為像樣的反攻行情 好 那當然講到這個地方 我也要提醒大家 但是這裡的操作難度 會對散戶來講 會越來越高 因為對散戶 會更容易被坑殺 為什麼 大家仔細想想 就應該會了解 不用我多說 當然回到這個地方 很多人說 可是今天這個利多出來 台北股市有漲嗎 沒有漲 早盤一度還下殺了46點 尾盤才又拉回來 小跌個4點 那這個部分 其實為什麼台北股市會拉回 我在昨天 在前天都有叮嚀大家 這裡急漲 先不要去做追價 為什麼 因為這裡的看盤重點 第一個 台北股市 今年是一個大箱形整理 箱形整理之下 你看到美股大漲 都可能是一個 又多的走勢 就在美股大跌的時候 才是在又空 所以你看到美股漲 昨天美股修飾 可是昨天的道琼的 一個起始電子盤 是不是大漲一個多% 很多人想說 今天美股一定漲 然後我先買了 今天一定可以出 結果我說了 那就是在又多 就在騙你去買 其實大戶可能趁機在出貨囉 昨天也叮嚀大家 你去看起始的漲幅 是低於現貨的 你去看台積電跟大力光的股價 都是偏弱的 所以昨天我們跟你講 這個行情會怎樣 會先下後上 那你看看今天大盤是不是 先下才拉上來 所以今天的指數 在昨天我們跟你先做預告好了 那就是在做股票的時候 我一直叮嚀大家 你要先去預先 想好下一步會怎麼走 你才能夠去做出 正確的決策出來 我昨天跟他講你要小心 不要去亂追 那你說 可是今天最多也不過跌46點 可是你要去想想 很多股票今天怎麼是殺的 宏達電今天殺到跌停板 真頂今天也急殺 建漢今天你看 也是一個急殺的一個走勢 那萬一你去買到宏達電 或是你這幾天聽外資的 才去追真頂 或是這幾天 看到報紙寫了4G的利多 才去買這個4G概念股買 建漢 那不就今天 全部套在那個地方了嗎 那為什麼我舉這三檔股票 做例子 好 不是說我今天看到 三檔股票跌 宏達電今天一堆頭顧老師在講 哇 這個有多差 我是要提這三檔股票 是因為你仔細去想一下 我前面兩天的一個節目當中 有沒有跟你做預告 有沒有提醒你這些股票 反而要更小心 來 看一看 宏達電 不要說我從1000塊 600塊 400塊 200多塊 都提醒大家不要碰 甚至在禮拜一的時候 9月2號 9月2號大盤指數 是往上拉高的對不對 好 可是我有沒有提醒你 你要小心宏達電 為什麼 我這裡寫了四個字 叫做高位過高 我這裡畫了一個圈圈 大盤是往上的 這裡畫了一個圈圈 這宏達電是高位過高的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如果你在我這當中 學過我的超盤級技術分析課程 你就會知道這什麼意思 提醒你 短線不要去碰它 不要去碰它 再來看到宏達電 禮拜一提醒大家 那昨天我叮嚀大家什麼 昨天當看到外資看到美林 告訴你聚焦在瓶蓋股 建議你買進紅海 建議你買進真頂 建議你買進大力光的時候 我們有跟你講 你去看真頂 低先破低 也是要小心啊 那在昨天 當報紙在告訴你 健翰 4G健翰競標起跑了 七雄銀彈上唐了 每個頭顧老師在盤中 很多人跟你講4G概念股 叫你去注意健翰的時候 我們跟你講 你要小心啊 怪怪的啊 那昨天 前天跟你預告的 今天你是不是看到 股價都在大跌了 那為什麼要去叮嚀大家這一些 這就是在孫子兵法當中 謀工篇裡面提到 知勝者有五 第一條就是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同樣的在股票市場 我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成為一流的操盤高手 你要在股市當中真正的賺到錢 記得你要會的 會什麼 第一個你要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買 什麼時候不能買 什麼股票可以買 什麼股票不能買 當你能夠去區分這兩點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就有機會成為一流操盤高手 成為股市當中的贏家了 就像積品工作室帶會員朋友 我們不像其他投顧老師一樣 每天都在帶你買股票買股票 好這個行情拉回來 每個投顧老師都跟你講 跌下來是可以買的 可是你去想一想 如果你之前天天在買股票 當跌下來的時候 你還有本錢在買嗎 可是積品工作室不是 積品工作室在帶著會員朋友的時候 我一直強調 你要這當中 鎖定到未來的一個趨勢方向 行情的下一步 先規劃清楚 能買的時候可以買 不能買的時候不要碰 我也會跟大家講 哪些股票可以買 哪些股票不要碰 前兩天叮嚀大家 真頂 這我之前一直看好 可是前兩天 叮嚀大家不要追 那我在昨天跟你講的是什麼 好我們來看看 我昨天跟你講的 有沒有告訴你 不鏽鋼盤價已經止跌上升 最近你要注意 漲價商機跟你談到不鏽鋼 跟你談到允強 他是高鮮過高的 那為什麼要提他 你來看看今天 今天大盤漲這樣 一度下殺的時候 他股價還擠拉上去大漲 好再來看到 昨天有沒有跟你講 那張股票 可乘 為什麼要提可乘 當大家都說 宏達店風雨飄渺 供應鏈不妙的時候 我反而叮嚀你 這個也有人在這個當中 要注意他 今天有沒有看到一則消息 今天 9月4號 經濟日報 斗大的標題告訴你 可乘 將接貨新iPhone的訂單 原來是蘋果筆電供應商的可乘 接下來也有加入 2014年新款iPhone手機 供應鏈的行列 那我在這裡不是要跟你講說 你看我昨天帶你買什麼股票 今天又要賺多少 我不是要強調這個 我只是要強調 其實極品工作室 在帶會員的時候 一直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極品工作室的操盤團隊 低檔可以買的時候 我們會全力買進 高檔該減碼的時候 我們也會帶大家出 好 那弱勢股 我會帶你去避開 強勢股也會帶你去預先鎖定 就是要成為一流操盤高手 你要去做到的 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買 知道什麼時候不能買 知道什麼時候股票可以買 知道什麼股票不能買 而這也就是極品工作室 一直在努力的一個地方 就像去年大盤跌到7000點 現在在喊多的投顧老師 你去想一想 那時候多少投顧老師跟你講 多看少做不要碰 可是去年11月 當大盤在7100點的時候 我告訴我的全國的會員朋友 在我寫的分析日記裡頭 寫得非常清楚 當天當盤指數 殺到7050低點 可是已經符合了我所說的 殺多之後 準備反手軋空的現象 多方反撲軋空的力道 開始繼續的增強 接下來還會賴回築底 可是賴回築底的階段 記得要把握 那時候7100點附近 強勢股底部出發的布局機會 那時候我們在買什麼 聯發科 那時候我們在買什麼 買陳青 那時候我們在買聯勇 都還是繼續的報好 聯發科 那時候外資全部都在看壞 因為外資跟你講 客戶在調整庫存 外資跟你講 11月份營收 會比11月份下滑 外資再跟你講 他的競爭對手展訓 再推出低價智慧手機 再跟他競爭 很多頭股老師也跟你講 聯發科會補跌 可是我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消息面利空的背後 我看到的是大戶 趁機低檔進貨 技術面來看 波段 短線都已經出現轉牆訊號 2013年的聯發科 智慧手機的出貨量 會高於外資分析師 多數外資分析師的預估 所以建議短線拉回都在做什麼 逢低不舉 看法都是不變的 那去年11月 是不是帶著全國會員朋友 在軋空行情引爆的時候 全力來做買進 去年11月的時候 告訴大家 趁著指數剛剛起漲 把握軋空行情佈局機會 那時候的奇美電 EPS大虧 可是我已經看到 面板的報價回升 會成為本波 掛空行情的重點 按照指令 繼續進行佈局的動作 這就是基品工作室 低檔的時候會全力買進 可是高檔的時候 今年8月2號 大盤在8100點 美國股市在創新高 我卻看到台股壓力大了 馮高先減碼 接下來呢 減碼完畢 低檔拉回來 是不是又準備開始 慢慢的來做進貨 這就是基品工作室 操盤的一個動作 那在接下來 當然拉回的過程當中 又要注意哪些佈局的重點 前兩天跟大家所講的 一個一個在印證了 接下來呢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第二階段 馬上會再回來 大家好 我是張飛 我喜歡騎哈雷 玩風帆 打高爾夫 整個淡海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鄭重推薦淡水最優質的個案 假期人生 樂活成真 洪聖新世界2 您一定要來看看 2622-6888 洪聖建設 信義代銷 您是否曾經跟隨高老師 掌握和瑞雅可成 聯絨聯發科成心 一檔檔強勢好古道 9月20號前 只要曾是高老師的會員 即可享有救會員續約資格 讓您輕鬆歸隊再續前緣 出家專線02-2752-5868 成通透顧 接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插情出線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透顧高老師 集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您是否曾經跟隨高老師 掌握和瑞雅可成 聯絨聯發科成心 一檔檔強勢好古道 9月20號前 只要曾是高老師的會員 即可享有救會員續約資格 讓您輕鬆歸隊再續前緣 出家專線02-2752-5868 頭痛 請用五分鐘 新裝部都新航 聚播造陣計劃 緊鄰大台北水岸公園 I can see the eyes 中央竹化區臨場指標 預約兩年後的容積 今天事態水岸宅 新鄰市 8295-0033 嘴氣聽 享用氣聽 過分數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 剛才跟大家談到 你要成為一流的操盤高手 你必須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買 什麼時候不能買 什麼股票可以買 什麼股票不能買 好 那講起來簡單 但其實做股票 最後賺錢的關鍵 不久也就是在這裡嗎 同樣一檔針頂 當外資在前兩天告訴你 還會在漲超高目標價的時候 來 我們在什麼時候跟大家講 在那時候F針頂 還在六字頭的價位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全國的會員朋友 在我會員專屬影音的解盤當中 說這已經形成一個小型的頭肩底 小型頭肩底出來 技術面開始轉強 股價目標先看72塊6 再看76塊7 在我的會員專屬影音裡面 都寫得非常清楚 好 那後來上來了 後來上來到77塊 已經達到目標了 我都還跟會員說 還可以繼續報 因為強勢股賞戶是有賺就出 但是我看到這當中 很多大戶還在繼續的報 還會在繼續的漲 所以雖然還原權 已經來到82塊8 但是還是繼續的報勞 可是到了8月27號的時候 那時候法人開始上修 軟板廠的EPS預估 報紙都有寫嘛 對不對 可是我跟大家講 跟我的會員朋友 在技術分析教學裡面提到 從技術面上來看 這不能再追了 為什麼不能再追 這當然在技術面 都有我的一個看法在裡頭 那我們會員專屬影音 在教些什麼 就是在教這些東西 為什麼這裡是頭肩底 為什麼這裡可以買 為什麼這裡不能再追了 那如果你追 你套在81塊2 昨天都還提醒你 外資美齡跟你講買的時候 你要去小心 今天是不是下殺給大家看 你一追就套牢在這裡面 可是反過來 那我們在當時告訴大家 真頂可以買 其實六十幾塊加威 八字頭不要追 那今天急殺下來 就代表結束了嗎 在我來看也未必是這樣 為什麼 這要繼續談到結構 結構的部分 我們今天再來看大盤 今天指數是先下後上 就跟我昨天預告的差不多 那指數先下後上上來之後 注意到今天低點出現在 11點25分 早盤是一個下殺跌的46點 那下半場又有人把它拉上去 這個低檔的鐵板 真是還滿硬的對不對 那指數的部分 到12點40的時候 又漲了5點 當然收盤是小跌4點的位置 那這個行情 高低點你就先把它抓出來之後 我們來看看 當今天低點出現在 11點25分的時候 所有的股票都跟著殺嗎 好 平概股今天大家都說 好像轉弱了 可是我們也看到 像郁金光 今天11點25的時候在這裡 他有去破早盤低點嗎 他有跟著大盤殺低嗎 沒有 好 再來看到 這當中廣達 他有在11點25的時候 跟著大盤殺低去破早盤低點嗎 也沒有 好 那再來看到 這是短線 再來看波段的部分 當指數今天做拉回 我剛才提到平概股 你去看一看 今天雖然真頂急殺 但是當大盤 這一波8439在這裡 8265在這裡 兩個高點形成一個壓力 目前在做一個收斂三角形 好 那真頂這段期間融資開始大減 但是散戶在殺出來的時候 你們注意到 股價反而是已經過了8265 過了8439的時候的高點 這個連線了 好 那他今天拉回來 是在做什麼動作 你要去想一想 再來看到像正威 這也算是平概股 好 大盤8439 8265的連線在這裡 他的股價呢 已經過了8439 過了8265的連線 但是當中 又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這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甚至電子的話 平概股 好 我認為說 很多人說平概股 大概你就做到9月10號 蘋果發表新產品就好了 我的看法倒不一樣 我認為平概股這當中 有可能在9月份 一波拉回洗完盤之後 什麼叫洗盤 什麼叫做這個 已經正式的波段轉弱 你要去分清楚 那我認為在未來行情 下一波攻勢當中 平概股還是會是一個焦點 那傳產股的部分來看的話 我認為注意汽車股的部分 這也是接下來注意的重心 那整個盤勢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盤勢的結構 真的越來越這當中 指數在這裡震盪的時候 我會強調 或許大龐還沒有正式的 把鍋蓋掀開來 還沒有突破那個 我說的8439 8265的連線 可是很多股票 已經先電出來了 例如說我說 在中秋節前後 我們將鎖定的重點 會在四個字 漲價 漲價的商機裡面 提到藍寶石材料 提到太陽能多精細 提到記憶體的價格 我說名牌就在這裡面 你說名牌 這到底是什麼 我在我會員專屬影音裡面 都會寫 好 那會員專屬影音 跟一般的一個 這當中電視解盤哪裡不一樣 我簡單這麼說 有一些股票 我不能夠在電視上公開 那我們就會在 會員專屬影音裡面 跟我的所有會員報告 在8月27號 我就提到 藍寶石材料 我已經看到一檔股票 大戶已經在進貨當中了 那時候股價 你看到再拉回 跌到40塊6左右 可是我已經看到 大戶在進貨了 拉回之後 我說這當中 就要去注意了 9月4號今天 好 大盤這個盤中下殺 尾盤才拉上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股價 拉升上去 重點是成交 收盤多少 47塊了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波段來看 是不是拉回過後 大盤還沒有突破 8269 可是他已經先過 先攻過去了 這個部分仔細觀察 都會很清楚的看到 整個我一直強調 操盤的重點 就在這兩個字 結構 操盤不知結構是何物 學變技術分析也枉然 你如果學變技術分析說 你大盤抓多準 可是你分不清楚 強弱勢 那你最後就是可能 賺指數賠價差 整個結構你會仔細看到 大盤強勢股 弱勢股 位階跟趨勢 是都不一樣的 而最重要的 我不希望說 你聽到大盤 未來行情會噴上去 你就趕快 這當中所有股票隨便亂買 手上的股票也不管 就繼續抱著 最重要的 還是在你要去懂得 我所說的 去掌握到 股價轉強跟轉弱的訊號 才能夠去預先避開 弱勢股 才能夠去領先 掌握到強勢股 而這也就是 基品工作室的一個使命 所以接下來的大盤 我會跟大家叮嚀 那這個指數的部分 今年它一直在做一個 大型的收斂三角形 那收斂三角形 到底這個當中 整理到最後 總會有一邊 會往上還往下 短線上來看的話 注意到 因為大力光跟台積電 你去觀察 還是比較偏弱 60分線MACDA往下 所以指數的部分不排除 還是會稍微有個壓回 支撐價觀察 在這個7265的位置 攻擊量如果有760億 那這個行情 注意到關鍵來了 在整個收斂三角形的過程當中 從7663到現在 整個融資減掉了50億 可是融資在減少的過程當中 5日均量現在開始回升 超過10日均量了 這代表什麼 你要去仔細想一想 所以我會跟大家說 這個上方的鍋蓋 已經漸漸的要掀開來了 現在還壓在這條下降壓力線 但是短線上先漸短多之後 會殺一個短多 殺完短多之後 開始往上嘎空 那你要把握什麼 當然是把握殺短多的時刻 準備逢低布局 但是最重要的不要忘了 去弱勢股的部分 轉弱股的部分 反彈都要調節 強勢股還是續爆 準強勢股 未來會變成強勢股的 轉強股票 記得好好把握 拉回戰買方 那有哪一些呢 我已經跟大家談到過 新的產品 智慧手錶 新遊戲機 漲價商機 藍寶石 多精細 記憶體 不鏽鋼 這些都是我們在未來 這個當中 會去鎖定的重點 而基品工作室的一個重點 也就在這裡 我們不會帶大家 每天在那邊買股票 可是當我說 你要把我逢低 拉回買進的時刻 就像去年 就像去年在當中 低檔有沒有告訴你 11月份 把握指數在低檔整理時 逢低布局強勢股的機會 連發科 陳晶 都是我在那時候 推薦給會員朋友的 那我是真的希望 投資朋友 能夠去把握到 低檔買進的一個機會 因為專業操盤團隊的價值 在哪裡 就在這個地方 帶著每個會員 去低檔買進 高檔的時候 該減碼 我會告訴你 逢高該調節了 去掌握好結構 去太弱則強 弱勢股我都會告訴會員朋友 要避開 就像這當中 去年 6月15號 這當中 都很清楚地告訴會員朋友 宏達店那時候 不打低階價格戰 我說還是一場苦戰 我看好的是誰 看好的是聯發科 上半年的業績還沒有起色 但是在中國 智慧手機 下降到千元以下之後 競爭優勢開始浮現了 在聯發科 從技術面上來看 股價低於宏達店 長達兩年之後 我大膽地預測 年底時聯發科 就會再度衝上宏達店 那賺錢的關鍵 價值也就在這裡 你說價值在哪裡 你來看看那時候 宏達店我告訴你 去年6月份 在361塊 現在剩下137塊半 那當時的宏達店 在261塊 我說會追上宏達店 今天收盤叫做365塊 是不是已經追上 不是說宏達店跌很慘 所以它過去 是已經追過了當時的宏達店 而這一來一回 這邊跌掉了200多塊 等於一張20萬 這邊漲了足足100塊 等於一張10萬 一張宏達店 一張聯發科就好 如果你說你錢不多 你買一張總有吧 一張的宏達店 你看到這一來一回之間 差的就將近30萬 如果你有10張宏達店 差了將近300萬 那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專業的價值 專業的價值 在幫助大家 能夠去鎖定到低檔的一個強勢股 避開去轉弱的一個股票 而光是一個宏達店 跟聯發科之間的差異 如果你加入的是一般會員 已經足夠服務一年多 如果你加入的是特別會員 你說資金比較多 你有10張宏達店 10張聯發科 一換過來 這我還要幫你服務個10年了 這就是專業的價值在這裡頭 所以極品工作是 在這裡要帶給所有 全國投資朋友 一個與眾不同的服務 要告訴你 什麼時候可以買 低檔可以買 高檔的時候 也能夠做減碼 掌握結構 太弱則強 而且給你魚吃 還要教你釣魚 提供給你別人沒有的 專業的操盤服務 這個部分 如果說投資朋友 想要把握的話 現在加入 這當中 我們除了提供給大家 不管你是老朋友 不管是新朋友 都會有一個中秋團圓的 一個專案的優惠 但是更重要的 還給你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給你帶進帶出的服務之外 提供給你別人沒有的 雲端書櫃 技術分析的電子書 雲端教室 線上技術分析的教學 會員專屬的影音 每個禮拜 兩次的一個實戰教學 有一些電視上不能講 有一些電視上講不清楚的 我們也都會在會員專屬裡面 跟會員詳盡的報告 未來潛力股到底要注意哪一檔 未來我們知道 為什麼挑這樣的股票 如果想把握的 都歡迎大家 利用我們的諮詢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諮詢 最後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冷氣外泄 全非不見 冷氣外泄 全非不見 我曾經跟隨高老師 掌握和瑞雅可成 聯給聯發科誠心 一檔檔強勢好股票 9月20號前 只要曾是高老師的會員 即可享有救會員續約資格 讓您輕鬆歸隊再續前緣 蘇家專線02-2752-5868 城東投庫 接頻工作室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插群出現02-2752-5868 2752-5868 城東投庫高老師 極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